做的最簡單的一刻 只有午夜 所以我很快就會講完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無可救藥的樂觀 那從這個題目裡面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我要講什麼 對吧 對 那其實會下這種標的人呢 他可能有兩種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有兩種想法 一就是他真的是無可救藥的樂觀 二就是他希望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樂觀 對 那大家可以聽完我的分享 再猜猜那我是哪類型的 所以先介紹一下 呃 因為我自己就是現在是在 呃 現在沒在幹嘛 但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組過一個樂團 然後可是本身的科系其實跟音樂 就跟藝術性還蠻 蠻蠻有一點就是衝突的 對 所以 所以就是能夠來分享一下 那到底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是怎麼樣把這兩件事情都能夠 就是做好 好吧 也沒有都做好 對 那個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就是剛畢業的學生 然後也是曾經擔任過一個 搞笑小青星的樂團主唱 什麼叫做搞笑小青星呢 小青星就是表示大家想像中的那種小青星 就是那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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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對 很像那樣 然後那個搞笑呢 就是看這個臉就是蠻好笑的 對 所以 呃 我的樂團叫做聽你在那邊 然後現在是就是休息中 但是大家可以連續 臉書還是可以搜尋一下 YouTube也可以找到 就是要聽你在那邊 對 然後我是一個 胡說八道型的詞曲創作者 其實應該說所有的詞曲創作者 都在胡說八道 就是會 呃 因為我很小就開始創作 我大概從國小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寫一些琴詩 送給班上的小男生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不知道怎樣 就很喜歡唱歌 然後不是不知道怎樣 就是天生有唱歌的血液 所以就變成了 而會想要學樂器 然後把歌給完成出來 好 這是我的背景 然後接下來今天要講 就是我的成長路上 那我的家庭其實有一點特別 因為剛才豐哥也分享說 其實一個原生家庭 對一個人的那個生長 蠻重要的嘛 那我覺得我會踏上音樂 就會走到音樂這條路上 其實跟家庭的背景也有點關係 就是我從小就是一個 我們家是演布袋戲的 然後爸爸是在廣播上面 也都會去講廣播劇的 然後也會到各地去演出 所以他常常需要收集很多的 音樂的資料CD 然後大部分就是閩南文化 就是台語歌啦 大家知道 對 台語歌 所以我從小其實都在那個 那種環境的裡面 然後所以也聽著聽著 也都很喜歡跟著唱 然後跟著 對 就是很辣 然後從小一直逃 也是我的一個其中一個背景 就是我大概從國中就沒有 呃 大家在這裡有國中就住宿的嗎 就是你就住學校 國中的時候就住學校 有嗎 沒有 沒有喔 喔好 那太棒了 那我就很值得講了嘛 哈哈哈 對 那大概我從國中的時候 我就被送到那個學校的宿舍住 所以我大概也沒有說真的跟家裡的人 就是很很很 close 還是怎麼樣 然後甚至到了我大學的時候 我都一直想說我要去一個超原的地方 我要往南部去 因為爸爸可能很希望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然後亮亮北部 可能我就會想要往南部去 但是很可惜 就是事與願為 我就是一切都順他的心意 然後就到了台北 但是 呃 曾經這個過程當中也曾經想過 也曾經埋怨過 就覺得說我幹嘛要那麼聽話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 呃 到了大學以後 我開始有一個生命的轉折 就是我 呃 加入了吉他社 對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展開了一連串的音樂故事 因為我後面就會講 所以我這裡就不講太多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時候 我遇到了一些貴人 然後讓我有一個信仰 所以我生命現在就是有了很大的翻轉 好 那再來是音樂之路 上台唱首歌吧 就是我其實從小的時候就很很很愛 嗯 就是 會有各種應酬的場面 大家會不會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跟家人坐過遊覽車 有嗎 對 遊覽嘛 就是跟阿公阿嬤去遊覽 有沒有 然後阿公阿嬤超愛唱 超愛在車上唱歌的啊 有沒有 他們就想說 啊倒灰倒灰你還唱一條啊 倒灰迎孫啊 啊 好 對 就是這類的 然後我就是倒灰迎孫 然後 阿嬤賣倒灰的啦 那時候 小時候 然後 然後 所以他就會說好 那位寶灰你孫來唱一下 然後 你知道就是在家裡可以訓練有數 因為阿嬤知道要帶你出去 所以阿嬤就會 教你很多台語歌 然後 你在遊覽車上就是 還可以跟阿公阿嬤去對唱 然後 所以我在各種喜宴場上啊 什麼的就是 唱歌還會有人腮紅包給你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高興喔 就是我 我可以站在舞台上 然後我可以唱一首歌 然後我唱歌 台下的那個 姐阿 背阿 都很高興 塞了一萬 或是什麼 之類 就是 但那都被拿走了 小時候嘛 還能留多久 是不是 好 所以 所以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舞台 可是到我高中的時候 真正的 開始 加入到熱營社 然後我開始有 開始組一個樂團 熱營社就很搖滾 就是組樂團 然後 那時候也嘗試了自己的第一首創作 其實之前就有很多創作 可是到我高中的時候 才真的是把它實行出來 但是那也是我最重挫的時候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發表這樣子的歌 就那首歌我常 足足唱了快七分鐘 因為鼓手給他打了兩倍的慢 你懂嗎 就是鳳鵠啪 就是 我本來一首歌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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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Sounds 之類的 然後他就變成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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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首歌就是整個脫長了那個 成果發表的氣氛 然後 所以我在那個當下我其實很重挫 我甚至懷疑過 是不是 懷疑過自己是不是還不適合這條路 而且再加上我們班上有一個就是唱歌跟天賴一樣的女生 真的是天賴 就是她唱歌所有的人都很喜歡 就好像有翅膀在她後面飛 就是在那個當下其實是我一個最難過的時期 可是我覺得同時也是在那個階段我不斷的去整理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我不太敢想要在大家面前唱歌 因為我覺得反正我們班也有比我厲害的人啊 我敢要唱歌 可是我覺得當我每次只要心情很低潮 或是我自己在家裡面 或是我跟有人在爭吵的時候 我發現我會選擇一件事情就是唱歌 而且那時候有一個對我來講影響很深的歌手叫林俊傑 他早期的作品比較沒有那麼的 你知道他早期的作品比較超現實 然後比較給大家有一些夢想的激勵 所以我就覺得哇我也要像這樣子的歌手 所以我就是每次只要我很低落的時候 我去聽她的歌然後我會跟她的歌唱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放棄這件事情 那後來到了我大學的時候 對 大學跑起來就是也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鼓勵大家 你開學以後你要怎麼樣真的說 你要你要去朝你的夢想前進 那剛才可能很多的人就會分享 就是我覺得最直接的就是你真的去找到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你就會加入到社團 所以我也不意外我就進入到社團 然後在那裡也認識了很多 真的是 因為在那一個階段的裡面 他們都會提供你非常不同多樣化的歌 就我終於不是在聽什麼台語歌或林俊傑之類的 就是可以開始有些獨立音樂或是各種面向的歌 對 所以在那一個階段也很幸運的 我才進入到了一個音樂教室去當櫃台的人員 然後就認識了那裡的吉他老師 所以我們組成了一個樂團 而且我們的目標就是我們要做一個全創作的 所以我們的歌詞是自己來的 我們的曲、我們的旋律、我們的編曲 都是兩個人自己產生出來的 然後也開始到了各個咖啡廳 因為台北很多的咖啡廳 像Remember me 或者是你知道 淡水有個伊拉 然後很多地方 在台北很多的咖啡廳 在這些地方都蠻提倡 讓大家可以去表演音樂 我就開始在各式各樣的地點表演起來 好 哇太快了 太快了 好 所以我回來講 這也是說我在表演當中有遇過一個最印象深刻的事 我覺得音樂真的很特別 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一開始唱全創作沒有人會認識你 真的 大家都想說 你唱的歌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當我們不斷地去突破 我們一次、兩次、四次之後 我們發現有一對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有一對情侶 他們就曾經 他們就曾經 跟我們點一首歌 然後我們在咖啡廳點歌 對 他就跟我們點一首歌 我平常不接受 但是因為是林俊傑的歌 所以我就唱了 然後唱完以後 過沒多久 他們就私訊我們的粉專 說他們兩個因為這首歌 然後就你知道 在一起了 就是 女生特別點給男生的歌 然後跟男生有個告白 然後你們就在一起了 然後過了一年以後 他們仍然在跟我們點一次的 好像有在跟我們點一次的歌 就是為了紀念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日子 我就覺得這個很特別 因為其實是真的能夠把兩個人的生命 或是把我們這樣子的生命 本來不相干的生命所串聯起來的 對 好 所以最後要告訴大家的是 因為我已經畢業了 那我覺得現在在一個 不管你在什麼階段 就是其實色親 你的另外一種 在這裡有多少色親 對 我們都是學生啊 蛤 都學生 好討厭喔 對 在我們的人生的路上 其實我們都是學生 所以我覺得開學的當我不收心 它其實不是只是針對學生而已 而是每一個你要跨出到社會裡面的來講 你其實就是這個大環境裡面的學生 所以我們在另一種開學 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 我覺得不收心是很好的 因為不收心代表你有野心 你有盼望 你想要改變 你想要不斷去突破 所以你會不斷去追求 因為不斷往多圓多角去摸索 這也是我今天在各位講者身上看到的 我覺得很感動 好 那最後到底為什麼要講五可救號的樂觀呢 就是想要提醒大家 不要講提醒啊 想要鼓勵 鼓勵我自己 對 因為我現在其實不算是有正職的工作 我在兼職 對 那 我在兼職 然後我在一個一樣還是音樂教室的地方 我在當一個櫃台 可是我發現 也許很多身邊的人都會說 欸 我本身是念法律 然後可能很多人就會說 欸那你 是不是法律系德 你幹嘛不好好的 就考個律師 你可以擁有很多成就啊 你可以 你只要好好讀書 你只要怎麼樣 你只要做什麼做什麼 你一定就能夠像別人說的 你會有很高的薪水 你會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可是我常常都在思索這件事情 也許是我自己心裡面有一種反顧吧 我會不想要 一直去聽別人到底定義你什麼 因為我覺得 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去走在追尋夢想的路上的時候 你才會真的知道你自己是誰 好 所以 最後 呃 要帶給大家 一首歌 對 是自己的創作 好 但是也蠻臨遲的 所以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看歌詞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坐著嗎 歌詞在我的電腦裡 所以大家等我一下 他就說請郭奇任來講個笑號吧 喂 蛤 蛤 蛤 他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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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覺得也不要擔心說 你是不是在這個過渡期 就一定很失敗 很挫折 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一定會有這樣子的過程 我自己也都還在調適的裡面 對 好 所以大家要無可救藥的樂觀 好 那這首歌不是這個名字 這首歌是一個我心裡的告白 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創造 我相信啊 我相信有一個創造我的上帝 他知道我未來的計畫在哪裡 對 所以我寫了這首歌叫 好吧 就叫做 走吧走吧 我只是個 平凡女孩卻在這裡 遇見了你從來自或是 充滿歡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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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喊 一橋不通 卻一路都 跟隨著你到了這裡 我不放棄 不放棄 你說走吧 走吧 走吧 看那世界多大 多大 只要有你的 信心 只要依靠你 就突破自己 所以走吧 走吧 我不再想 多怕 多怕 深無疙 reinst 深入時才发生 就突破自己 離開我去致 futuro rá假 unto me 曾經也覺得孤單 曾經也覺得沮喪 你卻用你的大愛 温暖我的心房 曾經也覺得憂傷 曾經也感到傍懶 你卻用你的話語安慰著我 你說走吧 走吧 我不再看到 等到 只要有你的信心 拉拉拉 拉拉拉 所以走吧 走吧 我不再想 多怕 多怕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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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凡事都有可能 成真 我好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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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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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一次不忘記 沒有沒有別的 我今天就準備這個 對對對 希望大家會 我是不是要自己主持 可以都可以 謝謝大家我專家到這裡 謝謝妞妞她 其實我剛才知道她很久沒有表演了 但是我剛開始看到她說 她就是一個屁孩 然後在台上唱那個rap 她唱那個什麼 六個姊姊那個一個哥哥 那個那時候很流行八弟的那一首歌這樣 但是她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創作 在她的這個過程裡面